字幕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野寬寬 小野的Don't stop together 今天是新手教學的第28集喔 那今天這集呢 比起上一集多晚了20天這樣子喔 這20天我是在直播上面玩的啦 那直播上面我就把冬天該打的王都打了一打了 東王克勞斯 然後那個龍炎都殺了 然後後面甚至還換成那個Wendy去把女王鋒給佔入了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也可以看一下喔 我覺得Wendy打女王鋒也是一個不錯的打法喔 當然我是有用到那個羊角布丁去增加那個傷害 然後剛好因為春天再下雨的關係喔 所以女王鋒他的增傷會很高 因為下雨的話電傷是2.5倍嘛 所以很快就把女王鋒給打掉了 那之後就看我要不要把那邊剪出來 就是那段精華剪出來或者是 下一個春天我可能再來 用Wendy打一次 再教大家要有什麼注意之類的吧 那今天的話呢 因為王又打完了我突然間有 有點空虛喔 那我最後也是換出這個大力士啦 那時候去清那個蜘蛛草啦 然後他們全部都變成女王了 本來是打算用阿比高爾去清的 可是後來他們全部都變成女王 就變成說阿比高爾有點無力了 所以我就換出大力士來把女王給清掉了 所以最後還是 變回大力士這隻角色喔 那既然如此的話 趁我們現在春天啦 還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喔 也是跟羊角布丁有關 欸講到好像春天做才行 沒有 這件事情你什麼季節去做也可以啦 可是 春天去做會比較好 就是 欸 因為可以有那個額外的電傷啦 我們要去把弟弟的殘蛛給打掉喔 那 弟弟殘蛛的話 今天要打的話是小殘蛛 那殘蛛有大小的 大小之分喔 這個之後打大殘蛛再叫要怎麼 召喚大殘蛛 我今天就只是打小殘蛛而已喔 那殘蛛的話前兩天直播我也有在做這個練習阿 那後來發現 只要有吃羊角布丁阿 然後 呃大力士有維持兩倍傷害阿 其實那個殘蛛也不難打這樣子喔 所以今天應該會教大家這個 正攻法吧 那就是 呃 我希望我可以邊打邊做教學啦 那這個我們就先準備一下的資源 然後 等等就下弟弟吧 那 我看一下喔 你要打殘蛛的話 問題在於那個 砍木材的部分阿 那殘蛛會一直生這個樹喔 那生的那個樹會影響殘蛛的一些 屬性 讓它移動速度更快阿 攻擊傷害更高阿 防禦力更高 所以那個樹一定要砍喔 那砍樹的話 我們需要準備一些 石材 這邊就不得不把廚師給換出來了 那廚師 我們要的是它的那個 這邊有的 這兩個 這兩個東西 這邊我們先放出來一下 OK 啊這個到時候 換掉廚師的時候 可以把它拆掉啦 然後放進箱子裡面 這邊我們要 採一點的蜂蜜 喔 這裡的蜜蜂卡住了嗎 他們好像是互相卡住了 那你把這個蜂蜜阿 靠近這個 研磨器 可以做出一個叫做 呃 就是甜味的 甜味的東西阿 它一次有做兩個 然後 你再把一些 煮過的食材 那這邊我們先隨便用好了 因為我沒有 沒有更好的囉 那把這個 調味料放在底下 就可以幫這個食材調味 然後 它需要快一點的時間 調味過號 這個就是有一個 甜味的 甜味的 這個 蔬菜雜燴喔 這邊重點不是這個 蔬菜雜燴 重點是它吃了之後 會有這個 甜味效果 這甜味效果會讓 工作的時候 減少那個 工作的次數喔 比如說你砍樹 本來要砍十下的話 那吃了這個甜味 只要砍六下 好像是六下吧 我不確定 反正少砍一點 因為我剛好說到 等等打殘除 最重點就是 要把它 那個樹給砍掉 所以一定會有砍樹的部分 我們就是用這種方法 減少那個 砍樹的次數喔 那在我練習裡面 至少會吃到 兩個的 甜味料理 所以我這邊準備兩個就好了 那之後 這種甜味的啊 可以放在那種 起司蛋糕 起司蛋糕是不會 基本上是不會 爛掉的一個食物啦 放在那邊 這邊就可以永久保鮮這樣子啦 那當然你可以 隨便放 然後把它包起來也是永久保鮮喔 那就是跟那個什麼 喔 楊角布丁包起來一樣道理而已喔 反正就是需要用到的時候 才打開這樣子喔 那這個等一下 我們打王一定會用到 然後 就是 楊角布丁啦 對 楊角布丁 楊角布丁也沒什麼好說的了 就直接把那個 包裹帶 我剛好現在已經有拿起來了 帶下去就好了 呃 OK 我這個開錯了 不是要這個 OK 喔 這個楊角布丁就是 等一下打王的時候要吃的 那這楊角布丁還可以再加個辣味給他啦 就是用剛剛這個 調味戰去加啦 可是因為 加這個辣味的話呢 他需要先磨這個辣招喔 辣招的話 因為 欸 對耶 我有小柳咧耶 我看一下喔 因為我們現在辣椒就只有一根啦 他需要三個 那把辣椒餵給小柳 他會還你這個辣椒種子 有機率會 給你額外的啦 可是這一次好像運氣沒很好 OK 這邊快了點時間了 那 已經有四個這個 辣椒種子了 那我們留一個就好了啦 就留一個當 留種吧 呵呵 那其實也不用特別留啦 留一個也沒什麼意義了 因為 通常這種要很多 然後才可以刷出更多 你留一個 那不如就是用那個 大規模的種植喔 種這種普通的種植 搞不好還會刷出更多 不過 沒關係了 我們有三個之後呢 就可以做出這個 蠟粉這樣子喔 那這個蠟粉也是個 為那個食物調味喔 那我們一樣 那蠟粉因為是增加這個 攻擊傷害20% 所以就直接讓這個 羊腳布丁調味 辣的就好了 反正羊腳布丁是增傷嘛 然後這個蠟粉也是增傷嘛 就是讓傷害推到極致就對了 嗯 那等等就是讓大一絲吃這一狗 大一絲吃這一狗 然後對象還是濕的狀態 應該是整個遊戲裡面 最高輸出的一個角色了吧 沒有其他方法還 可以突破這個傷害了吧 還用引劍 這是 這是最極致的傷害喔 所以打殘除應該會打得很快喔 那這邊還需要準備一下其他東西的 等等我們打殘除 剛有說要砍那個樹嘛 那砍樹除了用斧頭以外 還可以透過另外一個東西 叫做天后棒 那天后棒他在 戰鬥的 欸我看一下 天后棒 這裡他需要這個鵝毛跟羊腳了 還有一個齒輪 不過好像鵝毛有點不太夠耶 對耶 嗯 我是有那個 綠寶石項鍊了 哈哈 哈哈哈哈 啊你們 你們去敲個鵝蛋啦 不夠的話 然後就有鵝毛啦 反正他就要十個而已啦 好這樣子 天后棒 那天后棒這個武器啊 他是會摧毀建築物的喔 所以你們自己小心喔 不要在家裡面用喔 不然你的建築物會被他 呃 撞掉這樣子喔 這個小心啦 他等一下是用來砍樹這樣子喔 那這個我們打王的時候會特別在講 那剩下就是還有什麼 還需要一把牌燒啦 齁 需要牌燒 用來 用來做一個環衝時間喔 因為王會有一個技能 他生樹的那段時間 如果 你沒辦法很快的把樹砍完 他很快又會進入下一個生樹的階段 所以一般就是等他樹生完 然後就是讓他先休息一下用牌燒 這個牌燒你可能 就是整備一個滿的吧 因為 有可能會打很久這樣子喔 這個就看那 看你的那個 熟練度啦 你可以 多save幾次 然後 多打個幾次 練習一下 然後這樣子 真的多練習吧 打王這種事情啦 今天這個是完全正攻啦 所以 真的要練習 像我也是有直播練習過的 那我看一下 剩下應該就是護甲的部分了吧 就看你要不要帶啦 我是還好耶 因為殘除只要躲好的話 他的傷害其實不高 就算真的中的話 其實也 還好 你們 剛開始練的話 還是穿一下護甲吧 嗯 那我這邊就不帶了 因為我也好像沒什麼護甲了啦 土肉罐好像都被我用完了 那就 沒差 都直接下去吧 我們就直接下去找殘除 殘除點我們之前已經探出來了 所以也 啊啊啊 我想到 我們還需要一個冰箱這樣子啊 打殘除身上不能放食物啦 因為 欸 殘除有一招攻擊會影響你身上的保鮮值喔 你身上食物的保鮮值 所以也不建議你帶那個火腿球棒喔 來 這用來放個食物 像是這種建築物啊 其實你身上可以多備份一些 所以 你等你有需要的時候隨時都可以蓋出來啦 OK 我們直接出發吧 希望底下會下雨喔 因為只有在下雨的時候 這傷害才能最大跨啦 那 所以 如果真的要站入殘除的話 我會建議春天吧 因為春天就是一個一直下雨的季節 那 地面跟地底是分開的 有可能地面在下地點沒在下 不過 春天 地底下雨的季節都是很高的 那冬天也可以啦 只是說冬天的話就 還有 過冷的問題 欸過冷也還好 欸沒在下雨欸 好吧 沒關係我們先過去殘除那邊喔 沒在下雨的話 我就看要不要 順便來挖一下這邊的東西喔 那挖這邊的這種礦 或者是光果平原上面的這種礦 都會 花到那個 化石喔 這個化石是後面打紅骨需要用到的 嗯 像是這種 礦啊 他出化石的機率其實沒有很高啊 可是你打掉蜘蛛槽的話 是一定出一到兩個 就是會保底一個啦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想看運氣 不想拼這個運氣的話 直接去開採這個 直接去挖這個 一定會出 他也沒有很難挖啦 他好像才 才會出個兩隻蜘蛛而已吧 我們去打一打好了 喔 死了 像剛剛那隻有殼的蜘蛛啊 他會 他會變成那個 他會縮起來啦 縮起來的時候就打不到他 來 一定會出這個礦石喔 那我們就邊收集這個 邊等那個 雨下來吧 喔齁 終於下雨了 那 這邊要等他先下一下啦 因為 你看到那個地面 實實現在是沒有濕的狀態了 所以現在打那個殘蛛 他也不是濕的 那 你要看到地面是濕的 然後 你 再去打殘蛛 他的名字會變成藍色 那個時候就是 他就是濕的狀態 你打他才有那個最大的效率啦 所以這個我們就 不用急 還是要再等一下 這塊是一直沒挖到耶 岩石倒是給了我一堆 不過 岩石 欸有了有了有了 岩石滿了 我就不會再挖了 我身上也沒空間了 哇 希望這場雨會下的大一點啦 不然 就沒辦法那個了 這黃金可以不用撿了啦 黃金 那個電線換一換有一堆 根本就不用特別去留喔 喔 有了 他滿了 恩 岩石滿了 剛好會補到一些岩石啊 之後會用到很多 那 這個塊石不急啊 我們 如果真的之後很急著要的話 去拆蜘蛛草吧 去拆蜘蛛草吧 那我們看一下強出點 喔 強出點在這邊 OK 那 等等 打王的時候 身上不能放食物嘛 所以我們要先放一個冰箱 你就隨便找一個角落塞 這個冰箱就好了 先升個幻星吧 直接升在中間啦 這東西趕快先放下 空間有點不夠 目前好像還沒撕掉啦 你看那個 那個 名字還是白色的 可能還要再等一下 那 這些就是等一下 導龍會吃啦 因為你要保持高輸出 就是要吃飽這樣子 不過我現在打 應該打到一定程度 他就會濕了吧 就算沒有濕也OK了啦 其實這個電傷就很夠 很夠了啦 那這個光果可以先把它採掉 不然等一下會 阻礙到你砍樹喔 因為砍樹是用空白鍵嘛 阿當然如果你是用滑鼠的話 他也是OK啦 用滑鼠砍樹會更快這樣子喔 這邊 我看一下 還有什麼東西要處理呢 應該都可以了吧 欸 我也沒有穿護甲啦 所以就直接帶這個 OK 那 斧頭 我們要一把 好 然後 然後 就吃這個 甜味跟辣味 然後吃把這個開打了 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那殘除他的攻擊阿 第一個攻擊就是這個 那掌到第四階段 他會爆開 所以你要算時間就好了 2 3 4 第二個攻擊就是這個 他會在你頭上面放一個毒物 這毒物過一陣子會掉下地板 那 這個就會 你站在上面就會一直受傷害 所以盡量就是把這個毒物放遠一點 如果人多打的話就是有一個共識 你身上有這個包阿 就馬上跑開 讓他放在外面 不然放在王的腳底你們就很難打了 這個包越多人的話就越多 所以 記得要跑開 人多打不跑開的話就越來越難打了 那當然也可以先探個幾道再跑了 那打到一定程度他會長這個樹 這個樹我們就是要用 斧頭去砍掉了 那剛剛吃的這個 沒有 田味的關係 所以他 只要砍6下就好了 5下就好了 那 等他 掌完樹之後先讓他休息一下 齁 我們趁這段時間來砍樹 哎呀哎呀 我剛剛點錯了 那如果像是這種阿 有毒物的地方阿 你就可以採用天后棒 這樣子 就不用你自己去砍了 這種一定要用天后棒的阿 他在裡面 這個樹盡量砍快一點喔 因為 他是有CD時間的 如果你砍得慢的話就是 會陷入一個 惡性循環了 就是 上一次的樹沒有砍完 他又再長了 他試了沒 他試了 他試了 所以應該打得蠻快的 那這邊注意喔 剛剛已經掉了一張皮喔 他的血量到一定程度就會掉一次皮喔 那掉到第二張皮之後 看一下喔 他掉到第二張皮喔 再長 OK 掌樹 掌樹馬上去砍 等他掌完 等他這個便秘 完了之後就可以 排燒催下去 阿 那個毒物 如果 如果你那個毒物阿 被他 攻擊到的話呢 會讓你身上的食物 減那個保鮮值 所以為什麼身上不要放食物這樣子喔 剛剛被他攻擊到 我這個螢光果就黃掉了 所以不建議用那個 呃 火腿球棒去打 其實這個樹人多的話 砍得蠻快的啦 像我現在很少人打 一個人打才用這天后棒啦 那天后棒也可以多蓋啦 因為 呃 有可能一把會補夠這樣子 阿 剛剛他第二張皮已經掉落囉 所以這邊他會有一招技能是地戰 這個地戰是 每12秒一次 那 你可以 看得出來啦 可是很麻煩 那也可以說 去計時間 大概12秒回頭 他就會 使用地震了 那 可是在他施放技能的期間 他不會使用地震 所以說 他這一次 掌玩數嘛 他已經超過地震的CD12秒了 所以他掌玩數你靠近他的話 他一定會地震這樣子喔 所以就是用這種方式來判斷 喔 他已經地震了 好 好 剛剛那個甜味也沒了 所以要補一下 欸 喔 吃錯 喔 浪費了 喔 沒關係 那這邊我們讓他多睡一次吧 因為這樹來不及砍了 那這邊可以用滑鼠砍啦 快一點啦 只是 因為你點錯的話就是 角色會亂跑 OK 那地震還會有東西掉落 所以自己要小心 不然會很傷喔 所以 一般你跑出來的話 就會躲掉了 喔 死掉了 那因為有電傷的關係了 讓那個傷害 推到極之喔 喔 而且他是撕掉的 OK 也沒有狀態都傷害了 也沒有狀態都傷害了 喔喔喔喔喔 這個地震 先等他震完吧 這個可以不用 這個光果要爛掉了 把耗掉好了 那我們要的是 這邊的兩張藍圖喔 這個 這個就是小燈的藍圖了 那他是這一狗 他就跟這邊差一個木板 可是他的亮度 他的亮度 跟那個亮光 都是我最愛的 因為他的亮度 會比大燈光 小燈比大燈光 而且小燈一定是發出白光 這樣子 那大燈會根據 你放的東西 有不同的顏色 那這個我們就會再講 我自己不是很喜歡大燈的 因為他會有 他的光會有顏色這樣子 我自己比較喜歡小燈這樣子 小燈除了 他 他就單一光 而且 光圈還會比較大 所以這邊我會選這個 小燈喔 那也是爲什麽 這一次會先打 這個小燦儲 之後會再打大燦儲 大燦儲的話 就可以 還有另外一張藍圖 大燦儲一定要打才有 那 那個就之後再講吧 那大燦儲的話 都是兩倍的 這隻王的生命值 而且樹 加成也會更多 這樣子 那有興趣的話 也會看一下 資訊欄的 參除的 簡介這樣子 你們可以看一下 那個攻略 那我這邊就先 不多做 詳細講解了 OK 那我們 就成功把這個 菇皮啊 然後菇燈 這樣子打回來了 打一隻這樣子 會有三個菇皮啦 那 東西包一包我們就回去吧 哇這羊角布丁 剩一個了 那看回去的路上 順便把這個 鎬子給用完啦 看一下能不能再挖到更多的 鎬子 OK回來了 那剛剛也順利把 八個鎬子挖掉了 挖出來了 之後就可以用來打紅骨了 不過打紅骨之前還要去刷那個 欸 黑心工廠啦 就是西洋菌的部分 那這個就 之後再算吧 然後我們帶回來的這個菇皮啊 馬上就可以用來 來蓋這個菇燈了 我們先來做一個便便筒吧 欸 把石放一下 身上有點亂了 然後需要木材 然後應該就可以蓋這個 喔 需要三個喔 便便 OK 那這個便便筒 再加一個菇皮 這個合成這個小菇燈 那菇皮後面 打完大殘除之後 有方法可以刷 他就很像那個龍鷹皮這樣子 如果你的克老師 有給你小菇燈的藍圖 你就可以直接打大菇王 拿那個菇王要的刷菇皮的藍圖這樣子 你就不用再打小菇王了 不然一般的話 可能會大小菇王打一次吧 因為大菇王 有可能不出小燈 大菇王他是隨機的啦 那他是隨機給你一個 如果出到大燈的話 你還是得要打一次小菇王 也有可能你打兩次大菇王 都是給你大燈 不給你小燈 當然你小燈 是可以等到克老師在那個啦 不過是 趁這次春天有下雨 都去打一打 也沒有很難啦 那打完之後 你就蓋錯這個燈了 那這個燈你蓋錯也沒關係 你把它拆掉 那個皮一定會還你啦 然後變變桶又沒很難蓋嘛 他就只這個 他就只需要這邊變桶 菇皮一定會還嘛 所以你這個就直接蓋 覺得不好看再蓋吧 那這邊我會用一下這個Skin 這個露燈的Skin 我會蓋在這個冰箱的 上面的這一狗 有狗狗來 好 那這個小菇燈啊 你就會放一些發光的東西進去 銀火蟲不行啦 可是像這個 螢光果就可以了 它就會有一圈這個亮亮的 放進去會有一個保鮮效果 它不會 那麼快壞掉 所以 如果你 一直換的話 用這個螢光果也是OK的啦 就是 可以保持它 晚上就會有一個光圈了 你在這邊煮食物就很方便 基本上我會把整個營地給照亮吧 這邊跟這邊也會補 一個吧 可能會放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嗯 啊乾脆把它蓋一蓋吧 我看一下我的骨片夠不夠 我的骨片 欸剩 剩 剩兩個 沒關係 我有綠寶石項鍊 OK 那就是 喔 孤燈會燒起來喔 所以也不能欸 這邊 可能就蓋在 嗯 嗯 嗯 還是先不要蓋這邊好了啦 我先蓋上面這邊 這邊蓋一個 對這個 然後 中間的位置就好了吧 OK OK 這個位置 OK 這邊也補一個 好 我不確定那個莓果行不行 可以試試 這光煤搞不好也可以存進去 可以 光煤也可以了 不過這樣子光煤好像有點車子喔 我們還是不要放光煤好了 嗯 雖然說這光煤也多到 然後 拿去補一下這個啦 岩屬帽啦 反正 岩屬帽你用光煤直接蓋一個新的會比較划算啦 不過 我現在這邊這個擋著一個人玩 一個岩屬帽就夠了 這光煤又沒有很難獲得 要把它點亮吧 OK 呵呵 好奢侈喔 好 然後 這邊再一個 螢光果 好 那就等等晚上看一下這個亮度囉 呵呵 剛好越遠喔 呵呵 好啦 其實也看得出來啦 就大概有這麼大的一個範圍啦 這邊範圍都是亮的啦 然後以後箱子晚上都不用說要帶 那個礦工帽啊什麼的了 嗯 那這個 之後我會把它用成永亮的版本 就是不用再補充 那這個就 就再講吧 好了 那今天的影片先玩到這邊吧 喜歡我的影片請幫忙按個讚 如果想看出所有的更多東西喔 可以打開信心頭 加小鈴鐺就訂閱我 快叫什麼小跑 不免會在一起下輪 我是小鈴 我們下一集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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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vious 再見 再見 見